大家好 我们今天看到有财经媒体的标题是 亚洲资金大逃杀 今天从南韩 台湾 香港 甚至到了印度 全面大跌 没错 事实上我们今天的这个国际局势里面来说 最重要就是亚洲股市几乎是全面崩盘 为什么全面崩盘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来说的话 香港恒生指数跌了3.68% 另外一个这个上证跌了2% 然后这个深圳跌了2% 恒生跌了583点 对 583点 然后这个南韩跌了这个2.47% 当然我们台湾也跌了180点 整个亚洲股市完全都是黑乌乌的一片 那为什么黑乌乌的一片呢 因为目前为止 亚洲面临到非常严重的地缘政治的风险 第一个 从这个北韩 南韩的问题 到台海的问题 到整个南海的问题 目前为止相当相当的严峻 那包括说你看这几天的时候来 美国不是从拜登 然后到罗森伯格到布林肯都说 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 所以就说就目前为止来说 美国很担心的是地缘政治 万一有一个擦枪走火的时候 我可能无法控制出局面 三把火同时在烧 那当然对外资来讲 他闻到这个味道 你如果真的出问题的话 我怎么办 我赶快脚底抹了就跑 所以为什么外资在这个时候 会大量的撤离到亚洲 显然他觉得目前为止 亚洲让他感觉上 有点心惊惊的一个状况 而且对于台湾来讲 外资三天居然狂卖了1324亿 而且现在是股会双杀 对 没错 像这几天的时候 这个状况里面来说的话 外资已经卖了1300多亿 那卖1300多亿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外资卖超的史上的前五大 今年的卖超来说的话 780而已 已经变成是史上的第三大 那另外昨天的时候 是在这个地方 约莫是451亿 也是这样 所以在这几天的时候 他短短几天的时候 狂卖了1000多亿 狂卖了1000多亿来说 这个数字都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 他卖1500多亿 然后连带台币也大幅的编织 所以显见 他目前为止 真的对两岸局势 他们有点看不清楚 未来会怎么发展一个状况 什么紧张 当然为什么很紧张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 中国目前为止 他们日经说什么 他说中国的噩梦是赖川组合 什么叫赖川组合 第一个赖清德上台 当然对中国压力非常大 所以中国目前为止来说 他可能接下来 会有一些组合权 来对付我们的赖清德 另外一个还是什么 等一下 他是川普赖 是联合权 川普赖的combine 对 没错 也就是说他们还担心什么 赖清德本来就是 他们认为 中国认为你的立场 是比较激进的 所以他接下来 对内他也必须要 有一些政策出来 对付赖清德 再来就是川普 因为目前为止川普 他在这个整个 目前民调是遥遥领先 他在这个爱荷华州 已经遥遥获胜 他还甚至说 我还不知道谁是第二名 谁是第二名 好 那我们很开心 他们的第二名这样 他有50%的高得票率 所以看起来的话 他应该是一路碾压 到三月应该就可以获得 这个搞不好更快的话 一月底 那个地方零下20度 他的资质还全部出来投票 对 所以你就知道 事实上他目前为止 大概是已经非常 可能会重新 拿回这个执政权 这对中国来说的话 是两个恶梦 所以他目前为止 他们怎么办呢 他要赶快在 可能川普上台之前 他要对台湾 施以更大的压力 因为川普目前为止 显然更不可控 那还有我觉得事实上 现在其实台湾民众 要非常担心的一点 是什么点 要担心的是 其实如果中国经济 出现风吹草动的时候 习近平会不会 更加铤而走险 你问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很明显 目前为止 中国的这个经济 是真的已经到了所谓 可能摇摇欲坠的这个状况 去年的经济成长率是5% 今年他们嘴巴说5% 但是外资都认为 不可能有5%的这个数字 甚至连香港的大逃杀 都告诉你 今年的中国会 非常非常的难受 非常难受的时候 那还怎么办 他现在只能够 把这个压力锅往外堆 往外堆的时候 台湾一定是首当其冲 你说台湾今天跌了 可是香港跌个很可怕 而且香港当时跌破 1万7你就说不得了 他现在到了1万5千2百了 他今年以来 他已经跌了10% 是全世界跌幅 最重的一个股市 所以他显然 中国显然经济 面临到很大很大的问题 目前为止都没办法知道 说他的状况是怎么样 所以你就知道 事实上现在中国 压力也很大 对习近平来讲 他面临到内部的压力 外面的压力都很大的时候 他会怎么做 所以已经对台湾出手了 所以他 所以我才说 接下一段时间 他应该会 包括说ECFA相关的协定 或者说现在有人说 会不会对台湾寄出 所谓贸易战 这当然都是有 他有可能会这样的选项 所以我才说 目前为止两岸关系 不确定之下 当然会让外资跑 然后会让外资整个走 所以我才说 为什么赖清德 他一定 现在要只能够对内 然后在凝聚共事的时候 就要杀 所以我才说 目前为止 看来也是有这条路可以走了 好 惠陈 刚才讲 谢金可最近 不断在提到了台塑集团 特别是现在ECFA 如果有什么风水草动 对我们的石刻画骨 真的会造成 非常重大的影响吗 还有现在 你跟中国连接 每个都得做非常害怕吗 是 我们其实现在 刚好最近台塑四保 公布他们2023年 整个财报资料 其实看得真是 大家觉得触目惊心 他整个营收规模高达1.8兆 但是呢 他的上半年 一个全年 这个税后存益440亿 你就觉得很多嘛 赚很多对不对 我跟你讲 你要看那个本 那个营业利益的部分 他本业台数跟南亚 台数跟那个 台化 台化 是亏很多的你知道吗 他是因为靠了一些 转投资收益的部分 才变成让他的税后 还有高达440亿 那你所谓的440亿 我们听起来很多 这是他由这个 六七投资以来 除了金融海啸之外 历史次低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台塑四保的营运 今年 2023年的讲 历史次低 历史次低 赚的真的是历史次低 我那时候在跑的时候 只有金融海啸那一次 是比这一次低 然后呢 这也是为什么 2023年台塑集团 他们整个的年中 只剩下三个月 我们觉得三个月很多 没有 那三个月是你同级的 所以你就知道 他们今年真的很惨 那为什么 其实细究他的原因 最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在中国的经济不好 我们都知道 在2018年 2018年整个台塑集团规模 台塑四保 大概2.4兆 2.4兆里面 光中国的营收 贡献了3000亿 美国的营收 也才贡献2000亿 所以换句话说 所以中国的营收 对台塑这么重要 那时候大概有占比 大概12% 13%左右 2018年那时候 对于台塑集团的获利来讲 是1700多 意思是非常好的一年 然后你想说 那这样子 怎么发生什么事 怎么办啊 发生什么事 就是刚刚志同哥讲的 川普 因为川普不是在 我大概有查了一下 川普好像是在2018年7月 2018年9月 跟2019年三度 对中国宣布贸易战 然后第一次说 340亿美元 要克制25% 第二次加码500亿美元 到第三次大放送 整个高达2500亿美元 结果对于所有中国出口 到美国产品 克制25%关税 那你想说 那克制跟人家 关台塑集团什么事 关台塑集团什么事 台塑集团有十几%的营收 都是从中国厂来的啊 所以当你台塑集团的 中国厂的东西 卖不出去 它是磕到了它的中国厂 是 就变成中国厂 它的下游厂商 东西生产完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它很多的中国厂 是卖给什么 卖给中国的游戏 游戏厂商啊 就是玩具厂商啊 那你以前玩具厂商 出口到美国去 不用关税 你现在出口到美国去 25%关税 你说中国的游戏 卖游戏厂商是不是倒了 会受影响 当然受影响啊 那原料就受影响 那你下游厂商 倒了二分之一的话 那你说原料会不会受影响 当然会受影响 不仅台硕集团面临到中国需求 就是不正那个因素之外 出口不正 第二个 中国厂的投资在这时候大爆发 所以很多自己 中国他们自己的国营企业 自己投资 自己的国营企业 在中国的杀戮 不过你说比就比了 不好意思 从2002年台硕集团 就已经前进到中国布局 这么大的投资 怎么可能说转就转 对 没有办法转 所以只好怎么样 就开始减产 开始减少生产 然后停产慢慢的 就没有办法 COVID然后一大堆 反正就坏事 这是乌漏偏迫连夜雨 然后已经觉得COVID 来很惨了吧 没有 那个 恶物大战 然后在尾巴战争 所以 恶物大战 尾巴战争 对什么产生影响 油价 油价 油价就会涨涨涨 所以台硕集团的中国这些厂 面临到什么状况呢 面临到你原油上 就是你成本高涨 你的下油虚头锐减 再加上你同业的产能大爆发 所以三沙 三沙的情况之下 导致他们这边中国的营运 还有中国的那个整个大幅的衰退 现在第四沙来了 第四沙什么 中国突袭 突袭什么 ECFA 相关的优惠我给你喊咖 对我们真的影响很大吗 我跟你讲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 刚刚我讲了 已经有三沙了 所以三沙剩下来 出口到中国去也不多 只剩5%以下 所以你认真说 台硕四宝受到ECFA 这个突袭喊咖 有没有受创很深 你可以说有 可以说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5%里面受创很深 可是再怎么样受创也只有5% 那刚刚吴董讲说 现在中国有真的有可能 对台湾进行一个 经济战争吗 是 所谓的经济战争 就是刚刚讲的ECFA 这个部分 他们现在突袭的是12项 那总共石化相关产品 总共有88项 那现在情况就来了 如果这88项 全部都喊咖 情况之下会怎样 其实我认真觉得 我觉得也不会怎么样 因为所有冲击 都比不上一个冲击 什么冲击呢 就是美国跟中国的 这样子的商业战 其实真正影响就是中国现在景气不好 中国没有办法这个经济出现大爆 大问题的情况之下 他们率先救的 一定是救他们自己的国仪事业 所以以前有一些产品啊 有一些需求 会跟台硕集团买 现在当然大一胜利下 要买就买国货 爱用国货 很有趣哦 在这个时间点 突然台商又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了 突然台商又不会变成 他们爱用国货的一环 好 谢谢董事长 怎么突然之间 亚洲这样的风云变色 特别是这样讲的 不是只有台湾哦 南北韩 菲律宾跟中国 也就是从整个南北韩 到了台湾海峡 到了南海 现在全部都紧张起来了 不 世界景气本来就是 今年情况 从这看起来是不好的情况 但最近这一阵子产生了 所谓的资金的大逃杀 那只是在这个适逢其会 适逢其会 刚好碰到这个时候 好 第二点很简单的 就是说刚刚这个司聪讲的 两岸关系 好 就不明确了 这句话要把它稍微修正一下 其实非常明确 只有更坏 没有最坏 更坏嘛 因为你看到没有 因为这个事情到 我现在讲很简单的 赖青的520之前的演讲 大致上 已经大家有一个谱 有没有可能 让两岸关系恢复到 像蔡英文的时代 不可能吗 绝对不可能 因为赖青的本身 他是一个在立法院表态的 务实台独工作者 那这个台独工作者的定位 在北京当局已经把带青的定位成 所谓的 双赌 包括连这个 萧美琴在选举 在选举过程当中 都定位成你是一个台独分子 那这个定 你也知道北京一旦把你定性了以后 他修正的可能性就很小很小了 那你必须要做出很大的努力 所以你看到美国第一时间 先来做危机处理 告诉你说 我们这个 台湾不会搞台独 总统 国务卿 还有AIT的理事主席 对 都告诉你说 他美国不支持台独 然后还要求维持现状 我不谈不支持台独 现在谈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这个事情 请问你是赖清德人不决定了吗 不可能嘛 因为维持现状这四个字 基本上是由大国决定 是由美国跟中国决定的那个现状 这个现状不是台湾决定 对不对 我现在明天飞个飞机过来 后天弄个航空母舰来 那就破坏现状了 但是这个奇怪 那美国有可能弄个航空母过来 所以台湾是被动的 所以要求台湾维持现状 根本是不合理的事情 而且不可能维持现状 结果台湾要承担这个 无法维持现状的责任 现在赖清德是第二个面向这个问题 第三点请问你 在赖清德主政的赖政府情况之下 听起来就是变成很多纷争不断 那我请问你 外资不要说外资 国内资本家 会在这个时候 在赖政府四年当中 在两岸关系 在恶化持续向下滑落的情况之下 会加码投资台湾吗 不会吗 我认为不可能 因为你这个太明确了 因为两岸关系会持续向下滑落 滑落的情况之下 我怎么可能把钱投进来 所以投资要扩大经济规模的可能性 在赖政府的手上 似乎看不到有这个机会 除非两岸关系有明确的一个转好 或确定的一个关系 那这个关系有可能吗 我认为完全不可能 香港现在的地位奇迹不保 它已经失去了整个在亚太金融中心的关怀 可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命运 这样的厄运看起来还只是刚开始 我们看到过去香港是非常有钱的 香港怎么有钱 香港有钱 税收多到什么 多到是我可以发给香港市民 一万 两万 三万 五万的这样子发出去 但现在恐怖的是什么 恐怖的是 现在香港的房市 股市全部都下降 下降了以后我没有税收 没有税收 它现在的赤字 竟然高达了1500亿港币 而这还不是如此 它整个IPO 全世界的资金全部都外流 外流之后 刚刚讲到 现在印度已经取代香港 已经变成了第七大股市 你不但被印度取代 而且现在更可怕的是 一个新的产业结构出来 这个产业结构完全的抛弃了香港 而我们看到了 过去香港能够觉醒 是因为中港台 我们在台湾接单 我们在中国生产 我们在香港转运 香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可是现在中港台 现在这个结构已经被破了 现在台湾干嘛 台湾现在就跑去了东南亚 我们现在大量的投资越南 大量的投资泰国 投资了马来西亚 甚至我们也进到了印度去 进到了印度去之后 刚刚讲到的 现在已经跳过了香港 我们直接的 连黄仁轩都跑到了越南去 而在这样的结构下 香港失去了你的关怀 香港失去你的转运地位 还有现在你跟中国绑得 越来越紧之后 你已经香港慢慢的内地化 而这样的香港 还有重新再起的一天吗 好 在这一段里面 桃园市议员黄近平 也加入我们的桃园近平 你好 达平安 好 这有这么严重吗 有这么惨吗 你向天才讲说 香港有可能被印度超越 结果 今天所有的媒体都说 就股市的市值来讲 印度真的已经超越香港了 而且雷蒙多多说 中国不是我们的朋友 所以我们不要跟中国 做生意之后 抱歉你知道吗 事实上目前为止 首当其冲的就是香港 过去我们提到香港 你又提到几个字 一个叫亚太金融中心 一个叫亚太营运中心 一个叫亚太货运中心 我就跟你说 这三个中心现在 搞不好全部都要丢了 都没了 为什么 你看 现在目前为止来说 这几天大家讲 印度股市已经超越香港 成为全世界第七大股市 这是以市场 个别市场来说 它已经超越它 所以它的亚太营运中心 慢慢慢慢不断 金融中心不断的丢掉 金融中心没了 今年的IPO相当的糟糕 券商倒闭了一大堆 所以金融中心来说 它已经慢慢不是地位 另外第二个 非常重要的讯息 苹果准备到印度去生产 四分之一的iPhone 在未来两年的时间 那这到底对中国 对香港什么影响呢 过去一段时间 很多工厂在中国 但他们都会到哪里去设总部 会到香港去设总部 然后会把营运中心 设在这个香港 为什么 我过去把这个金片 运到香港 然后运到这个中国去 这样非常好 所以它同时之间 不只是营运中心 还是所谓的转运中心 但是现在 因为不需要在 我就要印度去 不用去香港了 我到越南去干什么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它的营运中心 还有这个所谓的转运中心 就丢掉 所以我们还有这几天 不是看到一个消息吗 AMD NVIDIA 印材 他们要在台湾来设什么 转运中心嘛 就是过去可能在香港 现在不需要在香港 来台湾了 我就来台湾就好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 因为中国 目前为止 这个雷蒙多多说 不要跟中国做生意 黄仁区 最近被钉得很紧 他最近跑到哪里去 他就跑到东南亚去 绕了一圈 他就没有 独独他就没有去中国 还跑去越南吃河粪 去越南 泰国 马来西亚 他们的AI商机 所以告诉你说 在这个大氛围之下 香港注定很惨 那中国未来呢 恐怕也会被周边的国家 在经济上面来说 有一点点 或是供应链上面 有一点点孤立的这个现象 所以你想说非常惨忍 就是在中美大对抗的时候 现在就是要把整个 中国产业链 红色产业链 跟整个西方产业链 完原的脱钩 现在这个脱钩就已经形成了 香港已经没有你的营运地位 金融地位 转运地位 现在都已经跑到东南亚 跟台湾结合了 对 没错 所以我们就讲 香港很惨就是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讲 香港股市不断地往下坠 我就说去年有49家券商倒闭 券商是类似说 我们国内一个券商这样 是很多分点都倒了 那今年有30家券商倒 你就知道这个非常非常严重 另外还有什么 那过去一段时间 香港都是用什么 他们有很大收入 就是印花税跟地价税 那两个税收来说 就分别是 大概约莫是一年 是1600亿到1700亿左右 结果保洁你知道 结果今年目前只有一百二十一亿 只有十分之一 对 所以你减到一百二十一亿 为什么他会说 直逼1500亿的财政资 就是收不到这么多钱 那时候要对香港 过去香港的盈喻是很有盈喻的 它有很多财政的盈喻 现在搞不好要变成是 还会短缺 所以香港那几年的时间里面 香港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以前香港政府 我可以卖地 我可以从这个什么的交易里面 我去收印花税 收这个地下税 对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因为没有 因为这几年的这个香港房价在跌 外资也离开 很多高房价 很多高的这个所谓办公楼也没有人做 所以香港现在两头空 股市跟房地产都空投了这个状况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觉得对香港最严重的是说 未来这个亚太营运跟这个所谓的 转运中心它也不在了 没了 我们从这个所谓黄仁勋就非常清楚 因为黄仁勋 我们知道 未来最重要的是AI 对不对 AI来说的话 当然要看黄仁勋怎么做 黄仁勋你看最近的一段时间 他之前还有去中国 但是后来现在雷蒙多警告之后 他现在就不敢去中国了 不敢了 他不敢去 产品搞不好都不能卖到中国 他去中国干什么 所以你看最近一段时间 他来台湾之后 后来没多久 你看又跑到哪里 新加坡 然后马来西亚 然后跑到越南去 甚至他还去越南吃河粉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什么 他把皮脱下来 你看他在台湾逛夜市的时候 他还是穿着皮衣 穿皮衣 他到这个地方吃河粉的时候 可能真的太热了 他脱下皮衣在那边吃河粉 那表示什么 他要跟越南人坐在一起 站在一起的感觉 那你看为什么 为什么他要到东南亚去 我跟他讲 未来这个决战东南亚 是非常重要的 这什么东西 因为为什么 因为东南亚未来有6 他有6.7亿的人口 然后他的这个GDP是三兆 如果我要取代一个中国 那么庞大的市场的时候 我要找什么地方 我要找东南亚 所以你看他到什么 新加坡说 我们要做很多的这个超级电脑 然后去马来西亚 就说我们要把马来西亚 这个马来西亚 会变成所谓 亚太的这个数据中心 然后又说 我们准备到这个 越南是建了这个 新的这个晶片中心 所以他就说 我要多多布局东南亚 那这个其实呢 黄仁勋这样做而已吗 不是 现在这是美 美国还有全世界的地方 他们到东南亚去布局 你看 越南来说的话 Intel已经去了 那包括说像在这个泰国的话 罗姆这个 这个所谓的日本大厂 在这边已经做了这个半导体 印尼还有英飞林 马来西亚有非常多的这个半导体厂 然后 对柬埔寨也有 菲律宾也有 新加坡也有 新加坡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基地 甚至新加坡整个占 这个NVIDIA营收 也大概15%左右 所以就知道说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东南亚正在崛起之中 黄仁勋要到这个地方 因为他看到 我要取代中国 我是有东南亚去布局 对 把东南亚好好的经营 或许我可以取代中国市场 所以东南亚不是只有石化 不是只有汽车 不是只有房子 对 现在刚刚讲的 越南的半导体的封测 封测我刚刚讲的 甚至整个半导体的晶圆设计 对 包括日月光 都过去了 对 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去了 包括说像封测的安科尔 或是我们台湾的联电 也都到新加坡去布局 所以整个东南亚 跟完全不一样 那也因为我跟你讲 因为未来在东南亚去 这么多地方 我要这个设什么IC设计公司 封测这些东西 所以呢 这时候台湾地位 就被提升起来 所以 他们会跟台湾连结在一起 对 为什么 因为其实从台湾到东南亚 这些地方时间都差不多 所以为什么这个 这几天有一个消息 就是我们的这个 远雄自贸港宣布说 AMD跟NVIDIA 准备要来这个地方 确定了 对 物流中心要在台湾落地 那落地来说的话 他要整个这个盖 这个加值型的这个物流中心 那你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应用材料 应用材料也是非常重要的 全世界的这个 重要的这个半导体公司 他也准备要来台湾 所以嘛 这就是我们的未来 他们可能落脚的地方 那听说呢 他们可能都会各包一栋 各包一栋建筑 那完全进去 好 那你知道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跟大家讲嘛 过去我们台湾都一直说 希望什么 亚太货户中心 但为什么一直做不起来 因为大家过去到香港去 货户都发到中国去 可是未来 未来如果不是发货到中国去的话 台湾位置就相当好 而且那 因为NVIDIA跟AMD的 金源代工是谁做的 台积电做的 我在陶原这个地方 距离台积电很近 对 然后周边的伺服器 在哪里做 在林口做 在陶原一带做 所以未来搞不好 我跟你讲 搞不好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会来 未来搞不好 很多全世界 跟他们合作的厂商 都会来这边设物流中心 所以这个地方搞不好 变成全世界最大的AI物流中心 搞不好会在这边出现 以前我们想说 我们要所谓亚太营运中心 对 我们要变成亚太的转运中心 亚太的所谓的总部 对 现在有可能回来了 对 那好 我们从台湾到西太平洋也很近 然后从台湾到东南亚都非常近 所以就说他们为什么会来 这就是非常代表性的意义 表示他们肯定 台湾未来在整个AI市场里面来说 应该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这个产业链的重新解构 对 产业链重新的布置 对 就把中国跟香港排除在外面了 对 那还有 为什么黄仁迅要到东南亚去 我跟他讲 现在目前为止 AI伺服器里面来说的话 大概目前为止 台湾的生产量是相当高的 只有中国大陆 因为富士康在那边还有生产之外 大部分都是台湾生产 国外都是台湾生产 台湾生产来说 我跟他讲 台湾的厂商都到东南亚去设厂 你看台湾目前为止做了 包括说像广达 富士康 伪创 卫影 银业塔这些公司 他们都分别在哪里 泰国 越南 马来西亚等等地生产 你知道生产 目前为止来说 在东南亚生产的是23%左右 未来可以到5成 所以就是说他们的工厂 过去我们台湾的NB代工 主要是在中国大 未来的伺服器代工是在东南亚 我们台湾都到 已经都到东南亚去设厂 这么多国家 所以广达去了 富士康 伪创去了 大家都去了 银业达都去了 对 大家都去了 你看广达来说它是去越南 那包括说像这个伪创 伪影 他们是在马来西亚 这个厂相当相当地大 这个比国内的 这个厂房都还要更大 银业达也是去泰国 所以他事实上 为什么NVIDIA要去 要去这些国家 去越南 因为这些国家里面 都是台湾的供应链在这边 所以跟你讲 台湾供应链在这边 然后发货中心在台湾 所以这就是目前为止 整个NVIDIA它的盘算 就在这个地方 那我就知道 为什么黄任旭要去越南吃河粉了 因为我们的工厂 就在那个地方 好 那我们讲 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 叫做新加坡 我们要事实上 新加坡来说的话 它也是一个全世界 未来的这个新工厂的典范 譬如说你可以看 这是什么 这是在新加坡 这是什么 这是这个工厂 它是什么工厂 你知道吗 它是一个汽车工厂 不知道解释 在新加坡 跟我们过去看的这个汽车工厂 不太一样對不對 它是一个AI创新 而且全自动化的这个生产 它里面来说 是一层楼 一层楼 一楼是所谓的这个材料 材料进来 还是我开始搜集 然后三楼是整个AI的生产线 然后四楼是这个指挥中心 然后五楼是测试中心 然后它做的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保住我们看到过去的这个汽车 是不是一个生产线 对 可能我工人坐哪个地方 这样子这样坐 它这个不一样 它这个车就放在这个地方 但是我有机器手备 但是我会把所有需要的料 调过来说 有这个机器手备 在这个地方原装 原地组装 也就是说我是在 材料是个别的东西送过来的 然后送过来之后 我在这边组装 组装完成之后 送到最后去测试 所以这个生产的逻辑跟概念 跟过去是不太一样 过去是流水线 现在是固定之后 然后有机器手备在这个地方 把你组装完成的一个状况 然后送到最后去测试 然后完全都不需要人工 他们只要有这个监控人员 在这个地方监控整个过程的过程 你送一个门板 送一个所谓的铁片 都是机器送 都是机器人 机器人全部送到这个地方来 送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我就用这个机器手备 去把它组装起来 这个跟过去完全不一样的逻辑 这个就是未来在新加坡 要做的这个AI的 相关的这个生产中心 所以为什么黄仁勋 要去新加坡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你们要做的 好 那我们就讲 这几年来说中国也知道 其实中国也知道 你要跟我脱钩 所以你知道很有意思 这几年中国厂商去投资最多 就是东南亚 中国也去东南亚 对 也就是说他也知道 你要跟我脱钩 但是我怎么办 我只有这加快去投资东南亚 不要跟你离得太远 为了至少 如果你需要一些相关的东西 我在东南亚或许还拿得到 所以我觉得目前为止来说 很明显美中要脱钩之下 全世界包括中国都要往东南亚去布局 好 董事长 我们先讲 香港现在可能惨 可是没有想到香港这么惨 真的在整个 所以你先讲到 在中美大对抗里面 最重要就是要把整个生产链 全部的脱钩 脱钩了以后 香港最重要的地位 过去讲 中港台 台湾接单中国生产 香港转运 跟香港作为营运中心 这个地位就完全没有了吗 所以他现在已经被印度赶过去了 我觉得那个香港的 所谓的金融转运中心的 这个定义了 已经被他自己去这两年 就是整个反送中搞垮掉了 那这个毋庸置疑 但是今天你特别讲到 黄仁勋这个事情 去东南亚 他是不一样的概念 他不是东南亚 他全球的布局 他有个新的概念 黄仁勋从今年2023年 你看今年最新的报道 这两天的报道 他是在今年2023年里面 全世界最大的 AI的创投公司 他投资了数百亿的美金 他现在已经今年投 今年投 今年投资的 这个AI的规模 是去年的规模的六倍 他今年是去年六倍 所以他不是做AI 他还是投资AI 他是AI最大的创投 包括比鸿山资本都还要大 所以在AI领域里面 现在第一大的创投公司 就是NVIDIA NVIDIA 他会觉得很有意思 那他是NVIDIA 他创投 他投资这么多家的先进公司 都是几十亿几十亿在投的时候 那他是不是要同时要卖他的H100 这些半导体 当然 不一定 他没有一定 他只要看上你这个AI的设计 你说新创公司好的 我就开始投资 投资的同时 你可能用到我的设备 可能不用到我的设备 那没有关系 所以他的目标就是要把 整个NVIDIA的投资 跟他生产的两个脱钩 王国变成全世界最先进的AI 中 AI的发展的应用 跟发展的一个最大型的集团 包括台湾 他跟鸿海成立了AI研发中心 对不对 所以他跟 广达 他 那都是在生产事业 AI研发中心跟生产是不一样的概念 所以他现在的整个全世界的 在矽谷里面变成第一名 好 那这时候来讲 他已经在这个顶端上游抓到 最高级的技术 下面再有很多不同的生产的部分 才跑到东南亚这边有些布局 所以他黄文勋这个计划 这个野心的庞大 目前已经是全球第一名 对 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所以AI这个领域里面 他要通吃 对 他现在全部通吃了 他这个已经没有话讲了 那就是说 印度或其他国家的生产来讲的话 那个是代工很低层次的东西 那个低层次的东西 跟黄文勋那是不可同而言 黄文勋 欢迎之长 这个在矽谷这部分是什么 大部分是软体 大部分是应用 他可能他也投资一些 还有更重要医药 他的医药投资非常大 AI的医药的应用 全世界第一大事 黄文勋的公司 不知道他要干这个事 他已经开始做了 做这么多事 他通常在做了 但是这个是一部分 生产制造硬体 那个是比较低 比较更下游的东西在发展 当然目前最大事 你讲的东南亚跟印度 印度 印度现在最大的是 就是鸿海去了 鸿海现在去最大 在鸿海 鸿海我看了外面 有媒体的报导 他印度一个厂 大概现在是从五六万人 要扩大 他郑州一个厂三十几万 鸿海在大陆员工一百多万人 鸿海未来的计划 当然就要把印度变成 像中国大陆一样的取代 要取代 当然是会陆陆续续的 鸿海最近在看豹仔的 有相关投资 已经投资了几十亿美金下去了 在印度要不断的扩建新厂 而且新厂里面碰到一个 非常大的困难 因为他们在所有的地方 在中国大陆的成功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功 你知道为什么成功 他投资宿舍 他在盖 因为你很多人 外地的人要来 东北 西藏 吃颗拉桑我都要负责 跑来深圳上班 他没有房子住 所以你很重要 你要帮他盖宿舍 所以鸿海宿舍的管理 跟宿舍帮员工 帮员工 盖房子 然后提供住房给员工 包括销售或赠送 类似一种福利房 对 他在这个非常成功 在大陆 很多人进鸿海工作 去当经理 当主管的目的 是为了取得鸿海的房产 所以他们里面就在 但这个要跟地方政府合作 对 在印度没有这一套 印度要谈判 如果鸿海 现在已经开始盖宿舍了 所以大量的宿舍 如果盖成功的话 目前大概有五万多个人 希望能扩 未来有可能会扩充到 像中国一样一百万 好 玉峰 另外就是 今天华尔街日报讲的 中国现在面临外资跟华人 来华减少 就我的资金出去很多 来的人越来越少 他说第一季 再一次 外资净流出 三千五百亿 对 现在来讲的话 中国大陆遇到很大的问题 就是没有人要来这边做生意 也没有人要来这边玩了 好 这东西非常的严重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 因为很多美国的 企业发生一个状况 他上班上着上着 突然公安就进来了 把人给带走了 第一个是在三月的时候 在北京 北京的民司group 上班上一档 他是做顾问的 他是美商 美国人在世界各地 没有想到会有一天 上班上一档 人家闯进来 公安进来 然后把电脑手机全部扣走 还抓走五个人 那时候很多人想说 哇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以为只是单一割案 过了一个月 上海呢 贝恩也发生一样事情 所以很多的外资 就全部讲说不行了 这个地方不能再呆了 浪杠了 生命安全出问题了 对 他们觉得说 怎么可能我美国人 来这边做生意 而且我做的是什么 公关顾问公司 能够有什么问题吗 结果发生这种状况 人被扣 东西被拿走之后 现在来讲 减少118亿美元的投资 118亿美元是多少钱 3500亿 3500亿 这么多 大家外资不来了 然后都跑掉了 现在来讲另外一个可怕的状况 是说 你不来做生意 已经够严重了 也不来玩了 中国不是观光大国吗 对 它有很多名胜古迹 没错 它有很多很漂亮的名胜古迹 可是你知道吗 去那个地方 你要绑定这 绑定那 非常非常的复杂 你看到这几个 美团你要买东西 好 支付宝 你要付钱 一定要用支付宝 然后滴滴出行 我有一个朋友 他最近去了北京 发生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竟然滴滴出行 当机 所以他们在机场 根本是寸步难行 你知道吗 在你要去大陆玩之前 你要做很多很多的准备 我要去大陆 我要下载美团 我要下载支付宝 我要下载滴滴滴出行 我要下载手机的淘宝 我如果没有这些东西 我在中国是活不下去的 对 是活不下去的 他告诉我 我刚才说电子支付有这么严重吗 他说 你知不知道 那边刚乞讨有没有 你不能给他现金 你给他现金 他不收 你要乞讨 你看他一不必体 他拿一个二维码 请扫码 扫码 那边连乞讨 你要少QR Code 对 都要少QR Code 因为你没有这些东西的话 都没有办法 他不用现金的 所以你一定要支付宝 你一定要滴滴出行 所以我那个朋友到北京 出了机场发现 哇 当机 当机之后 全部的人全部塞在那边 你没有办法去路边拦车 因为你拦车之后 你也无法跟他扫 所以你就必须要等到 那个东西 那个bug解决 他们说非常的痛苦 而且你不要觉得说 那我就下载就好了 你知道吗 连他们自己 中国大陆的人都觉得很痛苦 为什么 因为要绑定 要绑定你的银行 要绑定你的 反正所有的东西都要绑定 所以我如果没有这些东西 我也不能搭計程车 我也不能搭火车 我什么都不能做了 甚至你到机场 很多人想说 我到了机场那边的Wi-Fi 有Wi-Fi再来设定 你知道吗 在机场你 台北 台湾的机场 就是free的 你Wi-Fi按下去就可以 再开始设定 他说不是 你那边的机 Wi-Fi不能用 你要有验证 所以你根本 Wi-Fi 对 所以你要去之前 你要把所有东西给弄好 搞定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美国人不敢去做生意 外资浪杠了 然后大家不敢去玩 去旅游太麻烦了 去旅游真的是太麻烦了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真的是非常非常痛苦 另外来讲的话 过去来说 为什么中国大陆 过去20年非常的强 因为有腾讯 有阿里巴巴 他们对他的高科技产业 就是野蛮生长 你就随便去弄就对了 但是习近平上来之后 他不喜欢这些 这些东西科创版 你要加强管理 你要给他告诉 为什么说他可以 在这地方可以赚钱 但他们听不下去 因为习近平 他喜欢的什么 喜欢做的是实业 是钢铁 是建筑 他要看到实打实的东西 所以现在的创新版 也蛮生长的 过去已经结束了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有126家的公司 没办法上市了 因为你无法通过审查 所以他感觉就不上市了 另外一个更惨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 以前很香 以前有一档叫K-Web 很多台湾人买的 K-Web里面主要持股是什么 腾讯 阿里巴巴 拼多多 都是他们的这些科技股 他们从100块跌到现在多少 26块 跌这么多 那你想想看 这些中概股已经不香了 已经没有人要买了 所以一路狂跌的情况之下 现在中国大陆 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们连续美国上市 也都没办法 不能募资了 已经没有办法募资了 所以我们可以讲说 现在就是这种报道 一年一季 第三季 3500亿台币就这样跑掉了 也不敢来了 没有人来投资 没有人来观光 没有人来求学 现在更可怕的 CNN就做了一个报道 现在通缩 变成了一个中国更可怕的问题 通缩我觉得 别的我还没感觉 连猪肉都在降价 对 过去来讲的话 很多人说通膨很可怕 通膨是巨奏 但是现在中国大陆 遇到一个更可怕 更大的巨奏是通缩 当你通缩出现的时候 非常的可怕 因为没有人敢去投资 没有人敢去投资 会发生什么事情 银行就觉得说 没有人投资的话 你一定还不出钱来 我就升高你的利率 升高利率 发生什么状况 民众就过不下去了 因为你卖的东西 就卖不出去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一直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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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过去来说的话 猪肉 有一阵子猪肉不是狂涨吗 对 然后大家 大妈就开始抢猪肉 现在来讲的话 这个东西你看 猪肉在这场里面 他们说这是战争 我要挤进去 要抢到猪肉 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但现在猪肉大降价了 猪肉因为通缩的关系之后呢 开始 砰砰砰砰 连续的降价 那连续降价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不是说 哎哟 现在猪肉好便宜 去买就好了 现在连猪肉的三大厂商 财报开出来 接连亏损 亏损 以前在过去来讲 我做猪肉 中国民以食为天 这个食的主軸 就是猪肉 可是没有想到猪肉的暴跌 达到31%了 对 所以这些东西 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包括牧原 温氏 新希望 他们总共 亏损多少钱 104亿人民币 大概是460亿的新台币 拜猪肉可以赔这么多钱 在过去来讲 他们不可思议 他说猪肉不是每个人都要吃吗 当你大家通货紧缩 不敢花钱的时候 你连最基本的消费 连你的猪肉 你可能都会挑着吃 省着吃 那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当人民越来不敢花钱的时候 通货紧缩会变成一个螺旋 越来越紧缩 价钱一直往下掉 一直往下掉之后 大家不敢去投资 到最后你会发生 你可能十一住行 都有很大的一个状况 那出了什么问题呢 好 现在来说的话 过去来讲 大家都不喜欢穿这种军大衣 这什么时候了 难道要一系回到解放前吗 这不是解放军在穿的吗 八路军在穿的吗 因为他们现在发生这件事情 大家舍不得花钱 然后有一个网红 在网路上面就说 你看看 这是我们内地 我自己弄的羽绒衣 一件要2万人民币 他们就说不行了 这些东西我们买不起 我们要穿的什么 解放军的军外套 一件才100块 这才叫做CP值 100块就去买了 你看都非常非常的便宜 以前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 他们叫蓝蚂蚁 他们穿的非常简单 要不要穿灰的 要不要穿蓝色的 非常的单调 我以前看到中国的这个纪录片 我以为是黑白片 他说不是 不是黑白片 而是中国的颜色就是这样的 不是黑的 就是白的 就是蓝的 后来改革开放就开始 百花齐放 各种颜色都有 现在 又回来了 现在真的是一夕回到解放前 因为这些东西 100块多便宜 我根本不用去买羽绒衣 然后你要加强版的话 再多一个帽子 再多旁边那个皮毛 大概也是110块左右 这个是男生 另外女生穿起棉袄 棉袄什么时候的 棉袄很默 好清楚的 但没有关系 这些棉袄告诉大家说 我们现在要求的是什么 活下去 我们要的是要CP值 所以棉袄丑 没关系 只要能够防冬 防郁寒就好了 反正只要便宜 现在来讲的话 就是他们的新王道